刚才已经介绍完了广东恒大队的首发 这是他们的主帅郎平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 现在您看到的是361-2010-1赛季的全国女排联赛 总决赛的冠军争夺战 第二回合的比赛 今天穿着红白相见运动服的是卫冕冠军天津普里斯通 穿着蓝白相见运动服的是生门马广东恒大 第一场比赛是天津队3-0取得比赛的胜利 总决赛是采取三场两胜 天津队再赢一场就可以夺得冠军 而广东恒大必须争取赢得在接下来的连续两场比赛 如果今天这场比赛输掉的话将不会有第三场比赛 今天比赛的一财是来自四川的国际级裁判刘江 天津队先发球 发球的是8号魏秋月 今天我们还是邀请林颖和大家一起来观看这场比赛 一传到位 四号魏平拉开 15号汤姆把球打断 现在发球的是尹萌 广东恒大的首发复攻 陈立仪四号位扣球被对手有效拦网 反击 掉心 陈立仪自己把球防起来 三号位半高球反击 但是被拦死 12号张晓萍 一传被破坏 还是要依靠天津队还是四号位的强攻 没有敢发力 被对方打了一个反击 开场广东恒大是三比零领先 今天的这个开局天津队显得在客场好像显得有点紧张 从目前来看是恒大队进入的比赛状态比较早 那么我想肯定是也做足了充分的困难准备吧 因为第一场它是零比三就输给了对手 然后呢应该说是自己的技战术水平没有发挥出来 我想今天恒大队肯定是在各个环节都做好了这个最困难的准备 14号陈立宜天津队的主攻手在刚刚公布的新一届女排国家队大名单当中 他和英娜两位主攻是同时入选了这个20人的大名单 上一场比赛天津队对布拉克赛维棋的篮房也是特别是防守还是挺成功的 除了发球破了对方一分之外 篮房这个强估也比较奏效 上一场球就是在天津队发球比较好的情况下呢 恒大队的这个遗传系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那么也导致恒大队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不管是一攻也好 还是防法也好都都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应该说都是市场的一个状态 所以整场比赛打下来我们觉得就像朗岛说的 也不是也没有给大家奉献出一个精彩的比赛 其实排球比赛就是这样 不管谁输谁赢主要是先把自己的技战术水平发挥出来 现在广东恒大队是5比1在开局领先 我们看到很多观众还在陆续的进场 比较大到一个比较大的球管比赛 还是对运动员的空间感的判断还是会有影响的 在没有充分的时间适应场地的情况下 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没错 特别是对发球啊 遗传啊这些影响也还是比较大 对 天津队开局遗传不是很好 跟这个对这个场馆不适应也有一定的关系 今天恒大队还是换了自由人 从上一场比赛我们就能看出来自由人的 在自由人这个位置在队里的这个重要性 那么也是在遗传这一方面呢 在攻守的要求上 那么我们一般都是百分之四十几到五十几的到位率 就应该是很高了 而要求自由人呢 要求自由人的百分比应该在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所以呢 自由人在遗传垫不好的情况下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那么上一场球在恒大队就体现出了这么一个特点 这么一个漏洞 那么自由人在遗传不好的情况下 汤姆跟周园想去帮自由人 反而呢 他们俩接遗传的效果也不是很好 整个造成了他们恒大队的一攻系统 整个就是攻击力自己都没有打出来 那么恒大队主要的特点 我觉得也就是他的网上攻击力要强于 那么天津队 天津队是在小球串联上 和防守这一环境上要好于恒大队 所以呢 两个队伍都要把各自的优点发挥出来 我想取胜的面才会大一些 周园调直线 8比2 8比3 广东恒大队领先 到了第一次技术暂停 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双方的这个首发 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 两个队都没有太大的调整 广东恒大队这边主二船是2号冯昆 接应是6号布拉克赛维奇 两个主攻9号珠布袁和15号川普 副攻是3号索马 还有10号隐萌 他们的自由人是7号玉影 天津队主二船是8号魏秋月 接应老江6号李娟 两个主攻是7号殷娜 和14号陈丽仪 两个副攻12号张小平和17号霍京 自由人还是王茜 两个队和上一场相比 首发只是就像黎颖所预测的那样 广东恒大队在自由人的位置上换回了预演 广东队是在半截赛里边 第一场输给上海登陆组之后 回到主场第二场换了一个自由人 然后在天津客场打 还是姜维打的自由人 但是现在第二场都换回了 货金的探头球 被飞 后排防起来 还是布拉克塞维奇强攻 其实广东恒大队占据了一定的一个优势 就是在二位布拉克塞维奇强攻 如果要是在遗传不好的情况下 那么布拉克塞维奇个人的突破能力还是很强的 那么上一场它的遗传 尤其是在不到位的情况下 不到位的情况下也是很多 但是它破攻的球太多了 就像我们讲的 冯坤基本上都是在旧遗传 而不是去调整 所以布拉克塞维奇这一点上也没有发挥出来 而且在比分落后之后队员那个心里也受一点影响 像过去我们看看它两个复工调整全球还是比较稳的 在那天的比赛里面两个复工的调整全球 也是东倒西歪了 影响了进攻 其实我们就像我们讲的 其实排球 移攻和移传是生命线 你自己的这个都保障不好的情况下 你根本就没有精力去拦防对手 所以它在遗传出现问题情况下 它整个的移攻系统都是乱的 所以也导致了它整个的防反系统 以及其他的细小环节 整个都是失常的那种一个状态 广东队顽强强地把球救起来 球保护起来 球上的有点太近 但是瑞秋月调整的还不错 广东队还有机会 没有打死 成立一赛锅 拐一个直线 好球 那球风吹也没有拦住 天津彭丽丝通在第一次技术暂停之后 打了一个4比1的小高潮 追到了7比9 这样使得郎平也被迫叫了第一个暂停 天津队发球得了一分 其实它两个队现在打到现在 应该说两个队都发挥出了正常的水平 那么恒大队也是开局打得也比较好 那么从一攻系统上来看呢 它也是正常的发挥出了自己的正常的水平 然后在布拉克赛维奇这一点上 我觉得强攻突破 也打了两三个非常漂亮的球 打到了2号队的小斜线上 那么天津队呢 我觉得也是发挥出了自己的一个正常水平 上来之后呢 也是整个的这个一攻和防法还是比较清楚的 虽然现在比分还是落后 但是呢 我觉得整个整个这个一两个防守 防守反击环节要抓好的话 就把比分追上来 成立平打 这个车打手出界 在新一届国家队大名单 大名单里面 天津队还是入选了四个人 两个主攻两个二船 所以这场比赛也被很多人看作是 半职国家队和一个多国部队的对抗 布拉克赛维奇失误 天津队追到了9比10 大家跟天津队打 我觉得一定要耐心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呢 不能着急 因为天津队防守和小球都比较好 所以不能想着一板攻就要打死对手 一定要耐住性子跟对方磨得住 张晓婷 张晓婷那个被飞 张晓婷在这个赛季里头也是表现的特别好 应该说是天津队一个张晓婷一个米洋 在今年这个赛季上是出来的两名新队员 发挥的也比较好 很大的收获 对 其实天津和宏大队对抗的情况下 我觉得天津队还占了一个优势 那么就是在发球这一环节上 那么天津队从整体的这个 发球的这个攻击力上来讲 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宏大队的遗传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没错 现在上一场比赛里边 天津队六名队员 五个人都有发球直接得分 唯一一个没得分的是霍京 但是霍京在比赛里边 有几轮的破攻和破遗传 是其实我们印象还是挺深的 就只是没有直接得分而已 其实以前我们跟天津队打的时候 也是感觉它是防守啊 小球串联都是比较好的一个队伍 但是在攻击力上来讲 其实天津队现在并不是 就是有漏洞或有缺点这么一个队伍 尤其是他的这个发球这个环节上 他不光是一个人一两个人发球好 他整体的这个队员的发球水平 都还是比较高的 天津队又抓一个反击 天津队从阴南再拐一个直线 这个球打到了死角 追成了12平 这开局是8比3 广东恒大队8比3的优势 但是现在被追成了12平 这场比赛我们看到排管中心的几位主任 主任徐丽还有副主任李全强张荣芳 都到了比赛现场 另外现在镜头虽然没有给特写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的前辈宋世雄 跟老师也是在比赛现场 在看球 在主席台上 满网出界 因那半决赛的状态不怎么好 但是决赛之后 今天我感觉他今天的状态 是进入前四名最后这个淘汰赛以来 状态最好的一天 也有可能之前都在担心 今年其实我前面打得挺好 但是能不能进国家队呢 现在一块石头落了地 这球是出界了 陈立宇扣球出界 以后攻 其实刚才这一分也是很重要的 终于很重要的一分 如果陈立宇把握住这一机会就反超了 对啊 但现在依然是双方基本上是平手 张建章在这个鼓励一下锁码之后 也还在比这个发球的动作 小龙恒大的助理教练 方方还是都很想发好球 陈立宇 陈立宇四号的一个斜线 要给打中 这次机会把握住 15比14 天津普里斯中队实现了反超 今天这个比赛一上来 我觉得天津队的两个主攻的线路 还是比较清楚的 对 你看一开始陈立宇和殷纳 都是用直线来突破 都非常成功的 陈立宇又拦住了隐萌的一个被飞 马上反击 霍京把球打中 这个球陈立宇主攻单人拦网 拦住对方的一个被飞 有效拦网 然后反击打得很快 到了第二次技术暂停 天津普里斯中队16比14领先2分 今年的女排联赛是从2010年的12月18号开始进行比赛 到现在正好大约是三个半月的时间过去 已经到了最后总决赛的争夺 而且先一届女排大名单也已经产生了 在这个大名单里面 我们看到还是很多今年联赛 涌现出来的优秀的年轻选手 像米洋 天津队的替博二船 还有浙江的邱亚男 那个年轻的接应 这些队员都入选了新一届的国家队 双方继续比赛 好球 那在这种总决赛和天津普里斯中的对抗里面 周元在四号位的进攻还是略显得一些吃力 对 显示出来 他的实力上也要吃亏一点 其他的队可能后排技术不是很好 篮网的手型也不好 他利用技巧还能够得分 对 再一个周元我觉得在这个篮网上 从二号队的篮网上来讲 也是一个就是别的队的一个突破口肯定是 可能恒大队一个篮网得分 追成了16平 一传冲网 但是魏秋月这个准备非常好 魏秋月在这个环节上还是挺突出的 就是一旦一传过往 篮对方探头这一下 限制对手这一下 他的能力还是比较不错 这两个球来看周元下手还是比较果断的 主攻手扣球 确实是果断的当然有的时候也会被篮 但是不果断被篮的概率更差 犹犹豫豫打出去质量更差 你有时候果断吧 可以把篮网的手崩开了 那犹豫的话 篮网肯定会很坚决 因为一般都通不过 也成立一个扣球失误 广东恒大队友反超18比17 虽然上一分失误 但是这个球命手软 其实陈丽怡作为主攻 我觉得在这些年轻的主攻里面 她就这一点好 就是在你背篮和受阻的情况下 不手软 还敢果断的去打 那么有的年轻队员呢 就是在你连续背篮 或者你打不死的情况下 容易心里 没有自信 反而越打 手越 不敢发力 所以往往这种情况下 教练就会把她给换下来 陈丽怡呢 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觉得 她在受阻的情况下 还是很感打 我觉得这跟心理上也有关系 边境队两个副攻的 被飞成功率也不错 19平 现在巴拉克塞维奇和汤姆的花球 还没有发出威力 天津队整体的这个 依攻系统还是比较稳定 还是利用被飞掩护的六号为后攻 这球被天津队防起来 这反击 因娜下手相当的坚决 那你们我来看一下 天津队再次超出 这球发的也不错 王倩再次把球防起 但是没有形成反击 没传好 那掉一个直线 好球 康姆在四号位开网 进攻 把球扣中 在这个时候两个队的主攻 都显示出了反击当中 很重要的作用 应该说天津队的两个副攻 在进攻这一环境上 要比很大队的两个副攻 要好很多 成功率要高很多 从半刀位 打一个交叉 哇 好球 但是这球裁判已经先明照 看连击了 看天津队二次调整的时候连击 让双方打上二十一瓶 再看汤姆的发球 天津队还是到位 能防起来 这即使是广东恒大这样的一支队伍 老队员比较多的队伍 就这种防守的时候 跟天津队比 还是显然要薄弱一些 天津队基本上是 单手球的时候就能起来 对 再一个就是天津队场上的 每一个队员防守的这个 防守这个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那么其他队伍呢 有只是有几名队员 那么场上比方说像自由人啊 然后像很大队的汤姆 周园 防守相对来讲好一些 打沙平 冲进打一个转球 每秋月这几个球也是挺清楚的 在到位的情况下 打两个被飞 吸引了度分 对方注意力之后 又连给两个主攻 好球 周园这几个球打的还是比较聪明 宝东宏大追成23平 关键分啊 宝东宏大要想突破这两分 我觉得在发球上必须要有见效 好来看6号 布拉克赛为奇发球 还是没敢全力发 但也有效果 对方一攻没有打死 反击 好球 周园这一场的进攻 比上一场有了相当明显的改观 上一场基本周园这就是被砍死 对 基本过不去 你像上一场布拉克赛为奇得6分 算少了 对他 周园才3分 就三局比赛扣球才3分 就是 两个强攻得分都这么少 你想这比赛打他 就是一个什么结果 我们恒大队现在反超 获得了局点 天津的叫暂停 要按今天这样打的话 要按今天这样打 应该说两个队都正常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 那么谁输谁赢 但是到最后应该说是看自己的临场的表现 关键球和关键分的表现 那么像上一场球他们的对阵 应该说是广东恒大队是失常的表现 自己的7下数水平都没有发挥出来 我们恒大队防起 周园在攻 肯定的有效篮网 靠墙攻 周园防住 还给周园 篮网出界 广东恒大队这场比赛 周园和上一场比赛发挥 有进攻上判断判若两人 还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使得广东恒大是在最后时刻25比23险胜 周园在上一场是基本就给 牙伙 他到前排丝毫位就不得分 上一场我觉得看了之后有这么一个问题 他呢 自由人这个遗传不好 不好之后呢 影响两个主攻 对 我们来看第一局的技术统计 天津队发球得一分 一攻双方打平 防反7对7也打平 但是广东恒大的篮网得了三分 而且天津队失误多送一分 使得广东恒大是25比23 第一局胜了天津普里斯通 稍后我们再来看两个队的第二局比赛 观众们 欢迎您继续收看301全国女排联赛 总决赛第二回合 广东恒大在主场迎战天津普里斯通 第一局的比赛开局呢 是恒大队进入状态较快 8比3领先 到了第一次进入暂停 但是随后 天津队追成了12平 在后半局比赛里边是两个队交替领先 一会你领先几轮 他一会他领先几轮 但是到23平之后 普拉克赛维奇的一个发球 还是导致对方的一攻 被对方被自己这边给拦起来 然后反击 最后几轮依靠9号周园的4号位的几个强攻反击 拿分 最终是广东恒大两分险胜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现场 这个有在现场的记者 在微博上我看到发了这个消息 有现场球迷大胆示爱 冯坤做完女朋友吧 等一会我们看这个镜头会不会 估计不会给啊 那在新一届的国家队名单里面并没有冯坤和周苏宏的名字 也让很多球迷特别的关注 余军敏主教练也是表示了 这个国家队大门虽然这次没有他们 但是并不代表大门就向这些老队员就关闭了 余日导我想肯定也是主要以锻炼年轻队员为主 那么老队员呢毕竟是伤病 体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 哇汤姆 我们在这个比赛里面经常是看到汤姆这种大范围的活动 一个是他的防守的预判在一个脚下 真的非常快 就直接把那边接应的活给干了 跑到人家身后去救一球 霍京打了一个被快 这个是布拉克赛围棋的一个小斜线界外 但是今天总体来看广东恒大的一团要比上一场改观了很多 一个比较正常的刀尾鱼 一个比较正常的刀尾鱼 刀尾这一段打的这个状态比较好 刀尾鱼一般都是到第二局之后才开始大跃 对 又是霍京的一个被费 天津队今天是只要有机会 魏秋月在祖身上 大多数都是在给两个复工的快工 那么成功率也是非常的高 其实他的这个技战术的分配 我觉得头脑还是非常清楚的 因为周园在前排 他从二号位突破 应该是很好的一个突破口 天津队把比分拉开 后排防起 强行打一个备飞 质量不高 拉开塞维奇强攻 天津队 连皮依靠四号位进攻 这球没有打过去 所以广东被拦网拦死 王倩 今年再次度选国家队 今年联赛呢 这个天津队还是进国家队的人最多 五个人 然后浙江是四名队员 上海三名队员 8比4天津普利斯通队领先 到了第一次技术暂停 广东恒大在这一局的输入比天津队要多了 8分里面送了三分 8分里面送了三分 还有他对手里的这些队员 都是身经百战的 就是他比赛里面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 对他们来说可能比较相对比较容易 但是要调动出那个这个这个就是特别 特别旺盛的一个斗志 新闻点 新闻点 要调这个超水平就比较难 因为他们也是年龄比较大了 然后精的多 精的广 这个奥运会决赛都打过了 对 无论是教练还是队员 场上有冯昆 汤姆 这都是打过奥运会决赛的队员 对 所以我感觉 在调动有点难 对 所以我感觉今年这个冠亚军的争夺 对于两个队来讲 我觉得心态还是都比较好 对 那么你看在采访朗岛和广东恒大队队员的时候 他们也是 你再强调就是 打到这儿 打到现在这种程度已经很满意了 主要是想给大家奉献出一个精彩的比赛 那么天津队也是把位置摆得很低 所以我觉得这两支队伍从心态上来讲 要比往年要争夺冠亚军的队伍要好很多 刚才这球显示了 李珊这个老游击队员的手上功夫 这就是 这就是过去天津队很多队员具备的 就是李珊杨洁他们这一批队员 不是机会的这种球 他能给你变成得分 对 哥别的人肯定不是机会 不失误就算不错了 他们能给你整成得分 所以这就是天津队的一个特点 也是比别人强到这么一点上 没有防守 天津队防守还是比别人快一点 反应判断移动 还有手上的控制都比别人要强那么一点 别人是沾手就飞 你老是感觉他慢了一点点 天津队就不慢这一点点 这个球有点运气 擦网擦了个死网 12比6 天津普里斯通队领先6分 其实我觉得天津队还是一支非常优秀的这么一支队伍 那么他们呢是在联赛当中已经7次拿过全国联赛冠军的这么一个队伍 那么只要进入到光亚军决赛呢 我觉得对于队员和队伍来讲 不管是从心理上还是技战术上都应该是很过硬的 那么天津队已经拿了7年的这个联赛冠军这么一个队 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一支球队 所以它的优秀的地方应该是非常多的 不管是从思想上心态上还有技术的掌握上 我觉得其他各省市队也是应该向天津队学习的 广东恒大的发球失误还是比较多 现在13比7天津队依然是6分优势 小球这个短平派我们打一个短平线 今年浙江队的年轻复工手扬州进入国家队 我想一个是对他一个锻炼的机会了 再一个他比较擅长3号位深田球的突破和他的篮网比较好 也是和国家队两个主力复工特点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 翻高球 掉球 这球天津队防起来 自己在保护 拐直线打手 天津队直线也是拐得挺漂亮 天津队两个主攻他的手法上还是掌握了一定的技术 尤其是直线和斜线那么小直线 他整个都分化得比较清楚 天津队防反4对1占了明显优势 广东恒大队叫一个暂停 从这几个回合来看 天津队就是把自己的优势还是发挥出来了 他是以防守好来带动他的整个的防守反击 所以他的这个防守反击的成功率要比恒大队多 那恒大队呢 我觉得主要还是要以拼发球来突破天津队的同时 还是要耐心一点 那么在整个的这个防反过程当中呢 不能急于求成 那么在好球的情况下还是要下手果断一点 争取呢 能一板打死对手 不要跟对手来回球磨得太多 那么我觉得这样就不占优势 天津队要防守起球 现在比赛就完全进入天津队的节奏了 如果恒大队对天津队的两个主攻的这个篮房如果要不成功的话 那么天津队取生的面就会非常大 他本来复工就好 复工进攻就好 这球戒外了 戒内还是戒外 戒内 恒坤是跳起来 后排二传 他就没敢动了 您看过往 到了第二次技术暂停 几分再次拉开 天津队发球两分 而这个广东弘弹应该是在发球失误方面应该是比较多了 明朗明说这梦没劲了 广东弘弘弘的老队员们没劲了 其实天津队突破也是从发球上开始突破的 能破坏这个恒大队的这个衣攻之后 他整个抓防反应是比较的容易 本身他防守就比较好 布拉克赛围棋 四豪围 所以今年国家队呢 也是因为目前参加集训的接应 就邱亚男一个人 好多球迷也是在猜测 是不是又得有主攻改接应 但是其实这个主攻和接应 两个位置还是完全不同的俩活 四号位扣球和二号位扣球 是完全不一样 刚才我们看这六号布拉克赛围棋 他四号位的动作 就是比二号位要变 遗传失误 他还是遗传上心不定 还是我觉得 弘大队对自己的这个遗传这一方面 还是信心我觉得还是不够 那么除非不出现问题 只要一出现问题 就开始波动 对 这是一个信心的对抗 其实前面我在第二局刚一开局 还说到第一局到现在这一段 广东队遗传还顶得还不错 但是就是一个信心对抗 天津队我就坚持这么发 我不信你不崩溃 你能够顶一局顶两局 我不信你能顶到第三局 是的 试弱点总会暴露出来 对 其实这球有点天津队怎么打怎么游啊 对 他整个的这个从被秋月组织上来讲 还是比较清楚的 一攻基本上一到位 就是两个副攻 被飞被快的这个跑动 成功率也是非常高 其实他非常清楚 因为这个 弘大队的这个主攻的拦网 尤其周园这一点上 还是有漏洞的 所以他从这突破 也是非常正确的 布拉克赛维奇发球终于得分了 看看能不能连续连续发出来 对 对上海队的比赛第二场 那就是连续的发出来 他跟汤姆两个人 对 其实恒大队的这个发球好 也就是好在布拉克赛维奇和汤姆 这两个人身上 这个被拦 又是一个拦网得分 天津队马上叫暂停 这个时机还是很正确的 要压一压对方连续发球的这个势头 原来这个打探头 一般都是狠狠地砸一下 比较解恨 但是现在对方 就是各个队的二传 各个二传都很重视这一点 对 你狠狠地砸一下 可能被人拦得更干脆 对 也慢慢地又发展出了新的技术 就是用拦网的动作 往两边来拨 这更容易得分 不那么解恨 但是分数你还是跳一分 没错 一巧来获得成功 因为这个体育比赛 排球就是在这个攻防当中 技术不断地发展 有一段时间你防的 进攻攻的好了 然后想办法怎么来对付你 当对方能限制你 这种进攻方式的时候 你都得发展别的 所以就是我们攻守打球 要聪明 要有变化也是 你一味地发力 不一定效果就好 那么你用掉球 搓球 再发力呢 这样的手段多的话 反而效果会更好 好球 这就是一个掉星 天鹰队今天这两个主攻 我觉得打得非常的清楚 一个是在进攻 发力的时候 线路非常的分明 其次就是打掉 结合运用的时机 也比较好 很多很大都换上 泰国的外援 没拉万 这个球冯坤给的 我觉得有点 有点值得商榷吧 特洋师五 这球就确实给的不太清楚 这局比分落后比较多 因为广东恒大的队员 我们看到也没什么拼劲 现在一攻 广东恒大还不错 但是防反二对八 天鹰队的蓝房确实比较好 这个广东队靠两个外援的强攻 他再发力呢 他也不是靠发力就能得分 但是你说调一调吧 人家还真调不死 对 就显得办法不多 在一个 恒大队的这个发球 我觉得也没有拼出来 所以打不乱天津队 因为天津队呢 他整个的一攻系统非常清楚 他本身的防反系统 就要好于恒大队 那么在一攻系统 又非常好的情况下 恒大队 对于恒大队来讲 就非常难 你看在这一轮 尹萌和周园在前排的情况下 我觉得冯坤在这个分配球上 还是比较犹豫 周园这个球还是处理的比较好 对于恒大队 我觉得主要在三四局之后呢 我觉得主要想办法要把自己的这个发球要冲击出来 对 如果要是发球 如果要是冲不出来的话 那么对于他的这个 想赢得比赛的胜利 我觉得也是非常困难 你冲不垮天津队的话 天津队的整个这个一攻系统比较稳定 他本身防反系统比较恒大好 所以你打不出天津队的弱点 天津队的一攻 拿下第二局的机会 发球直接得了一分 其实广东那可能也想冲 你看他前半局发球失误挺多的 对 也想在发球上做人家 但现在质量还不够 但是没有发挥出来 你看索马那几个球也是发球失误 看他的表情 他也是想拼 对 但是没有拼出来 发不出来 对 因那冲进 打一个短球进攻 25比15 天津普里斯通队在客场 第二回合的交走当中 扳回一局 双方打成1比1平 在这一局 广东恒大队整个的节奏 被对方带着走了 来看看技术统计 广东恒大发球也有2分 天津队是3分 主要还是在防反上 天津队拿到了8分防反 另外还有三个篮网进账 广东恒大的失误 也是送出6分 使得天津普里斯通 是以25比16 胜了第二局 稍后我们再来看 两个队的第三局 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 收看361全国排球联赛 女排的总决赛 第二回合 这场比赛是广东恒大 在主场 今天他们的主场 是在广东省体育馆 迎战未免冠军 天津普里斯通